大家好我是時關Pub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views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你看完之後給個like 和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這個星期我們想講一個比較有趣的題目 因為本標市場的競爭是非常激烈 如果想在雲雲眾多的品牌裡面要脫穎而出的話 一個好的市場推廣的策略必不可小 在我這麼多年留意本標品牌裡面 其中有幾個品牌的市場推廣的策略 我覺得做得非常出色 我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想講的品牌就是Patrick Phillip 這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品牌 很多人都認為它是瑞士傳統的 制標技術裡面的一個代表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它是一個王者 因為拍賣的價錢會屢創新高 還有在全世界裡面最頂尖的幾個拍賣紀錄 都是Patrick Phillip 的碗錶所保存 Patrick Phillip 他在近十幾年裡面 都是用一個口號放向他們的廣告 這個口號就是 You never actually own a Patrick Phillip You merely look after i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意思是你其實不是擁有一隻Patrick Phillip 可能你買了一隻錶 你帶著它 不過你只是為你的下一代保存這隻換錶 這個概念真是很強勁的 誰不想有自己的 legacy 一代傳一代的傳承 這件事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個夢想 很想有一個全家之寶 所以令到江湖地位 或者在消費者的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尚和穩固 第二個我想說的品牌 都是做得非常出色 市場推廣的 那就是Yegelagu 即家也是一個很有底蘊的 瑞士的傳統製標品牌 有189年的歷史 Yegelagu 它的口號是什麼呢 You deserve a real watch 你值得擁有一隻真正的換錶 什麼叫真正的換錶 其實所有錶都是真正的換錶 但是當它這句廣告用語 套在這個品牌上 馬上就會讓人聯想到 曾經做了一千二百幾個 自家生產的機心 由最簡單的三針 手上鏈到自動 到計時錶 萬年力駝飛輪 三文甚至是多複雜功能 立體的 Gyro to Beyond 陀飛輪 這麼精密 厲害的 一些高端的 制標技術的換錶 所以人家馬上就會聯想到 這是一個真正的換錶 你說 是多麼有力的宣傳口號 那第三個 我覺得做得很好 推廣的品牌 就是Richard Mill Richard Mill是一個很年輕的品牌 20年而已 但是品牌在近十年裏面 可能都沒有人認識 而且他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 所有資源豐富的錶迷 去追捧必然要有一隻 的對象 所以他的價錢也是越買越貴的 Richard Mill 他由開始到現在 推廣口號都不變 Racing Machine on the Race Racing Machine 不是跑車 不是 Sport Car 是一輛賽車 他說 我們的換錶就好像 在你手腕上的一輛賽車 如果有看過一級方程式 或者三級方程式 賽車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賽車的科技 performance 他的技術和用的物料 全部都是最高科技最頂尖的 而Richard Mill 正正就是 把這些最高科技最頂尖 最新的物料 放在他的換錶那裡 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第一款換錶 RM 001 就已經是一款 陀飛輪 而且他當時已經 跟陪體說 我的陀飛輪是可以給一級方程式 賽車手 帶著在手腕上 去完成那個賽事 他真的做到 當時他的品牌代言 是真的帶著他們的換錶 去跑一級方程式 到一直下來 他所設計的各種各樣的換錶 都是朝著高科技 很特別的設計 以及很新的物料 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例如RM 5901 一隻很特別的 不對稱的錶殼 碗錶 顏色都很特別的綠色 這隻碗錶 是跟賽跑的專家 Yohan Brake 一起開發的 Yohan Brake 是一個短跑的高手 這隻碗錶的設計 為什麼要用一個不對稱的錶殼 原來是為了降低風阻 賽跑運動員裡面 在他們賽跑的時候 那兩隻手的動作 是非常之大 這是不是一個很高科技 以及很高技術含量的設計 真是一個 Racing Machine on the wrist 當然是否每個人都用得著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Richard Mill 另外一個好朋友 拿到 這個網球的皇帝 Richard Mill 跟他一起 RM 2702 這碗錶只有20克重 連著錶帶 而這隻是一隻 Torferron 的碗錶 拿到不止一次帶著這碗錶 是完成他的網球比賽 大家都可能想像得到 網球的撞擊力 是多麼厲害 他的碗錶 就是可以做到 這樣的尖端技術 他是做到名副技術的 Race Machine on the wrist 第四個我認為做市場推廣做得很出色的品牌 是Hubro 也是一個相對比較年輕的品牌 41年 Hubro在開始的時候 就標榜混合物料 又會用橡膠 又會用貴金屬 又會用各種新的物料 例如好像 寶薩水晶用來做標學 各種各樣 自從2006年開始 Hubro就參與了 Football 美國叫做Socca 足球的運動 有一次我跟Shanko Beaver 就是之前預博的CEO 後來就變成Honorable Chairman 是一個很出名的市場推廣奇才 在他手底下有很多品牌都被他起死回心 又或者是發揚光大 我問一下Mr. Beaver Football的定位是高級瑞士的碗錶 大部分看足球或者踢足球的人 都未必會買這樣的檔次 高端的瑞士碗錶 Mr. Beaver就問 Abel 你知不知道Coca Cola 那我當然認識 哪個人不認識 全世界沒有人不認識 他說 我就是要Hubro 變成好像Coca Cola 每一個人都認識 今天看足球 玩足球的朋友 未必是Hubro的目標客戶 不過我參與足球的運動 參與到世界盃 歐洲國家盃 英超 大家知不知道英超 原來全世界有32億人通過各種直播或錄播的渠道 是可以看到的 每一次球證有什麼動作 譬如說家事 中場 換人 就會舉一個牌出來 而這個牌上面 就是Hubro Mr. Beaver 就是覺得我參與足球的運動 就可以幫助Hubro成為一個 Household 所有的人都知道高端的中標品牌裏 Hubro 當他們有一天 他們覺得我準備好了 我要買一隻 高級的碗錶的時候 可能他就會 首先考慮 Hubro 這一種 這樣的 Vision 真的不是每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 當然是要有很多資源去配合 第五個品牌 Roger Debris 都是一個比較 年輕的品牌 1995年開始 27歲 Roger Debris Roger Debris 也是一個非常之小中的品牌 但是在今年的一月 他們做了一個叫做英雄聯盟 職業聯賽的名人堂 榮譽加冕儀式 我收到新聞稿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什麼來的 做Research 原來 英雄聯盟 是一個Online Game 所謂的電競 電子競技遊戲 今時今日 在全世界 參與電子競技的 有32億那麼多的人 而全世界的人口 大概是79億 有接近四成的人 或者四成以上的人 是有玩過電競的 Roger Debris 作為一個 高端的 小眾的碗錶品牌 他選擇 和電競合作 其實他的目標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他和 Huber有相類似的思路 借助非常大眾活動 非常之時尚的活動 去令更多年輕人 去認識 Roger Debris 這個品牌 9月份出了兩隻 為了英雄聯盟 而出的限量標 每一款是28隻 一款是白色陶瓷 另一款是黑色的 台金屬 陶瓷那款賣 43萬5千人民幣 Titanium 那款是39萬5千 這兩款碗錶 都只是給中國市場 所以只有人民幣的價錢 這些碗錶不便宜 是不是玩電競的人 有興趣買這些碗錶 不知道 但是很肯定 就是玩電競的人 就有機會去接觸 Roger Debris 這個高端的 瑞士製標品牌 以上講的五種不同的策略 有一些是基於自己本身的 Historical的底蘑 以及自己本身的市場地位 那個江湖地位 去作出的一些推廣的策略 好像柏德菲律那樣 他是reinforce 他自己的 領導地位 好像 一吉落菇 他是remind人 我們是 真正的碗錶 Richard Mew 就是 告訴我們 他是最尖端的 伙企 最新的物料 Hughbro 就是要接觸 最多的人 令到他的品牌 成為一個 householding Roger Debris 我暫時還未知道 他的目標是甚麼 不過我覺得 他所做的 都是一些 之前沒有人做過 叫做前無古人 我會覺得 是一個 非常有創意的 市場推廣的策略 好了 今星期的周標市 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